不看太子 李嘉 李嘉 算了我老爸不看了 你又救了二人 我卸了你啊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我们能不能不再斗下去了 老天有眼 让咱们三个都活着 咱们就不能同舟共济吗 咱们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你不就是千方百计 想要我给你老方留下的那三个亿吗 你们也看到了 我的手下一个一个地背叛我 我已经厌恶打打吓吓了 有了老方这三个亿 我们一下三口 也包括你 就能到海外好好过日子 若你好 你我到了这么多年 也该休战了吧 我给你三千万 我让你跟你的家人 好好过下半辈子 好 如果三千万 能买回我那些战友的生命 能让我懒不重见光明 叶芳 别再说了 告诉你 告诉你 我不会再伤你 我们是武警 你是毒贩 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年轻人 有理想 有原则 是好事 可是你别太固执己见了 李嘉 是真心实意地喜欢你 你们俩是多好的一对人 你们俩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 李嘉背叛你 伤了你的心 可是我看得出来 你是真心喜欢他 你不认断 我承认你 我是爱我的 而且深深地爱我 我从来都没想到他会欺骗我 但是今天 他为了钱出卖 我和你一起去反罪 他现在已经不值得我去爱了 他 远方 任电话 马上就要到公海了 到了海外以后 你有的是时间想你和你家的事情 是吧李文 你太有一项情愿了 我告诉你 这艘船现在不但在中国的领海里 而且它永远也到不了公海了 你什么意思 我已经把这艘船设计为GPS自动驾驶系统 船长之所以没看出来 是因为我在仪表盘上做了什么价 我把仪表盘和驾驶系统分离了 你胡说 这艘船现在设置的是返回航线 马上就要驶向陆地 马上就要到达中国的港口 上海 你输了 叶方 你让我走绝路 我也让你活不成 我打死你 你要杀就先把我杀了 他绝不会让你伤害岳峰 你走开 走开 我真后悔听了你的话 为了一笔卖毒品得来的黑衣 去出卖岳峰 他们伤害了那么多人 该死的人是我 不是愿吗 不是愿吗 也许这妹子啊 我也没有原本做妇女了 怎样保持一颗真实的灵魂 看见了 你别逼我 你再逼我 你就是我去这个女儿 我也看这个打死你 可不是经历了风雨 我又怎么会笑着说 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 没有你想象中那样满分 但挥手一路的风筝 有些遗憾都成美的争存 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 才能笑着背负所有的责任 那些爱是心底涌动的火焰 一旦被你触碰 也会激动沸腾 少女儿 你把头抬起来 抬起来 你把头抬起来 你把头抬起来 我儿子 对不起 上里了 你被 不管世界无情或残 怎么解 我不是经历了你 我又怎么会笑着说 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 没有你想象中那样满笨 但回首一个红尘 有些遗憾都是没得真准 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 才能笑着背负所有的责任 那些爱事情的勇敢能够 一旦被你触碰 也会激动飞腾 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 没有你想象中那样满笨 但回首一路的风筝 有些遗憾都是没得真准 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 才能笑着背负所有的责任 那些爱事情的勇敢都永远 一旦被你触碰 也会激动飞腾 也许像我这样的选择